我們剛剛談到 中美貿易戰 巷裝五件一直在配工 配工是什麼呢 就是5G 5G台灣是相對落後的 但中美貿易戰下 我們沒有贏家嗎 也有 阿忠哥 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也是有競爭力的產業 什麼產業呢 螺絲 對 我們不要小看螺絲這個產業 那事實上它現在變成 這很小 對 很小 但是可以撐起上百億的營業 我們來看一下 1949年台灣最早開始的一家 這個螺絲的工廠叫做春雨 剛才我們在前一張的圖裡面 前一張圖裡面 1949年的這個春雨 春雨 它去年的營收 它是最早的是不是 1949年它開始做螺絲這個行業 它帶動了它在哪裡 它在高雄做螺絲 那它的徒弟 它的徒弟出來了 開了另外一家螺絲廠叫三星 好 三星不是韓國那個三星 對 觀眾朋友是三星科技 它是螺絲廠 它是做螺帽的 就是螺絲有那個 上面有個螺帽 螺帽 那這個螺帽的做三星 好 那三星現在營收也快 差不多快100億 各位你知道嗎 從春雨到三星 然後繁衍出這麼多的 台灣的整個螺絲的 整個產業來講的話 他們總共到現在14代 就是它這樣繁衍出去 已經有14代 有這麼多的公司 分別在全球變成各地的龍頭 好 那這些你就看到說 我們的螺絲行業 最重要是什麼 為什麼現在拿出來討論 因為他們去年真的有很好的 表現的成績 我們來看下一張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我們自己的螺絲廠多厲害 這一張我們再來看一下 很多觀眾朋友不知道 我們高雄不是好像 有 姓仁哥 我們高雄不是好像有演唱 高雄不是只有羊肉 高雄最厲害的是這個螺絲羅帽 好 我們來看一下春雨 來 獨佔印尼七成市場的螺絲王 年營收100億 我們高雄沒有產業嗎 當然有 剛剛談到的三星科技來 全球最大的鋼鐵羅帽製造廠 全球最大 年營收80億 好 我們的晉和 是全球螺絲製造的龍頭 年營收300億 我們的聚亨 泰國最大的螺絲製造商 年營收200億 大成鋼年營收837 這是美國不鏽鋼 因為它做通路的 來 全球千五大的車用 扣件 扣件是什麼 就是車用的螺絲 車用螺絲叫做扣件 來 叫橫耀這家公司 年營收有200億 所以這是一個聚落 好 那最重要 就像我們台中的精密工業 已經變成一個聚落 對 那他們就在什麼 在最南南到岡山 北的話是台南的龜仁 從龜仁到岡山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我們來看它的聚落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有一張它聚落的照片 我們來看一下 聚落 來 這一張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地圖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邊 最北是三星 在龜仁 南到岡山 岡山有一個本州工業區 大家有空的話也可以去岡山 除了吃羊肉之外 看一下本州工業區 這邊總共22公里 最近中大概不會有人旅遊 去參觀工業區 我幹嘛參觀工業區 我說吃羊肉 你吃羊肉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一下 順便看一下工業區 看一下 重點是什麼 那個有螺絲博物館 我去過 好看嗎 又要展覽各種的螺絲 就在那個地方 真的有 有啦 你去看螺絲博物館 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拍照也不錯 你不要以為人家螺絲 不能做得很美好不好 人家是做得很美的 所以它這是用螺絲做的 造型 這個是造型 裝置藝術 這個是本州工業區的門面 螺絲做的裝置藝術 螺絲門面 好了 我們來看 這是它的聚落對不對 然後這個中間有一條街 叫新樂街 鋼山的新樂街 這一條嘛 對 你看這個密密麻麻的工廠 幾乎這附近都在做螺絲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地方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不只是對台灣重要 你知道 對全世界都很重要 為什麼呢 你知道嗎 因為蘋果 蘋果 螺絲扯到蘋果 我跟你講蘋果 蘋果不是說那個 他們有一個iPAC 要拿回去德州生產嗎 對 你知道嗎 後來他們發現 德州生產效率不好 為什麼 因為螺絲 因為他們少了一根螺絲 那根螺絲要從大陸弄進來 所以螺絲很重要的 牽一髮動全身 牽一髮動全身 所以螺絲也是一個重要供應鏈 所以我們看到這麼大一個產業 重點來了 我們給大家看 問題是那邊要談 一個那麼小的螺絲 一個能賺多少錢 不好意思 你看它的營收都那麼大 我們現在看到的螺絲 不是我們隨便看到的這些鎖 鎖 鎖一鎖的這種小螺絲 我們現在看到 能夠賺錢的螺絲是什麼 車用的 各位看一下 車用的 在汽車裡面用的 朋友 試得是不是做Tesla 對 做Tesla的 三星方生有星花期 重點是這些還有雙B的 雙B的車子裡面用的螺絲 也是這些工廠生產的 這些都是台灣之光 小兵力大工 你不要少看它是小小的螺絲 那不只車子 還有更厲害 航太啊 飛機 波音 風達科 隱民 三星 春雨 潮友 是不是 對 潮友 像風達科它的這個扣件 就是放在這個飛機上用的 航太的 還有醫療的 這個液態科技 紅軍 安拓 慶法 醫療科技是不是那個紙牙 紙牙 所以就很多牙材 這些裡面的東西 也要用到這些東西 還有這個建築 鋼構 還有軌道用的螺絲 所以你看到什麼 台灣這幾年很重要的是 我們在賣螺絲的單價越來越高 因為現在全世界 我們之前是全世界出口螺絲 最大的王國 後來被誰趕掉 被中國趕走 因為中國就用低價來吸引 可是中國現在還是持續的低價 雖然它現在產值還是全世界 出口最多 但是台灣現在一路追趕 我們現在已經拼到第三名了 已經從原來掉到第四名 去年在中美貿易大戰下 我們居然拼到了第三名 因為為什麼 我們靠我們的價格 我們把價格拉上 單價拉上 對 那我們現在輸誰 主要輸德國 我們目標希望像德國一樣看齊 好 我們再來看我們的產值 好 這個產業到底為我們創造多少產值 我們來看這一張 是不是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變化 去年的整個外銷金額 大概1400多億 更厲害的是 今年第一季對不對 我們的出口是不是在衰退 是 不好意思 它又在逆勢成長 整個羅斯羅帽行業是成長的 所以就是說它完全沒有受到 中美貿易大戰的影響 沒錯 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開始做了很多創新的動作 做高單價的產品 你看原來我們被中國拼掉了 我們現在逐漸逐漸再趕回來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你要做高單價的東西 你要怎麼樣 要有人才 所以在金融海嘯過後 我們這些羅斯羅帽廠 他們做了一件事情 你有聽過 這樣的公司 一個月發50個月的獎金嗎 一年發50個月的獎金 50個月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是哪一家 觀眾很想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不能講這一家 因為怕這個會影響大家的行情 對不對 他們用年薪200萬在請工程師 但是 但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張照片 前電後場 好 那為什麼辦 你在台灣你有聽過PC展 電腦展 台北 我們在台北人 我們是天龍國的 我們知道電腦展我們辦的 很熱鬧對不對 以前台北的電腦展 是全世界排名前三大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已經被上海都拼過去了 可是羅帽找人 可是真正全世界前三大 世界前三大 在哪裡辦 只是不是在台北辦 在高雄辦 所以我們不知道 你看到這樣的一個展售會 這樣的銷售模式 全部是這些業者 逐漸拼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了新的人才 那我跟各位講一個故事 剛才那個橫耀 他們做的這個羅斯羅帽 1萬塊的 1萬美金的羅斯羅帽 他們花7萬塊的運費 去印這些羅斯羅帽 為什麼 要準時送到車廠 讓他們 送到美國的車廠 讓他們能夠完工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 可是為什麼運費要那麼貴呢 因為他要坐飛機 還要坐直升機 還要坐直升機 到了美國 到了美國下了機場以後 又要進到直升機 送到車廠裡面 讓這些車廠能夠即時生產 好 那這個車用的螺絲 到底為什麼越來越貴 我再形容一個給大家知道 現在車廠都用機器手臂在生產 Tesla的工廠大家都有看過 全部都是這些機器 好 各位 你現在看到這個機器 在打這個螺絲再進去的時候 在鎖煤跟螺絲的時候 這個螺絲機器的用力 力道一下去的時候 它不能折斷 它如果折斷 這什麼東西不能折斷 哪一個 就這個螺絲在裡面 因為這個機器手臂打下去的時候 它在鎖進去的時候 它不能斷掉 它一斷掉的話 這整個供應鏈就會出問題了 所以它的力度 你的螺絲的力度 要適用所有的機器手臂 都能夠鎖得進去 力度要剛剛好 所以折斷一根都不行 跟我們剛才講那個5G 其實應用的程度 有某種程度的類似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 新的技術的發展 而且我們的螺絲 還搭直升機去送貨 這是在台灣 有競爭力的產業 有競爭力的效果 有競爭力的效果 你會選擇 在台灣 鎖上 那現在 你會選擇